遥远的冰岛机场里,有一个普通的机场搬运工人,名叫福斯。 福斯身材肥瘦,虽已年过四十,却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 平日里,福斯唯一的爱好,就是用军车模型重现历史上重要战争里的场景。 和提哥们莫多一起讨论,莫多和福斯同龄,膝下已有两个儿子, 可福斯却一直是孤家寡人,从未和女人亲近过。 每周都去同一家泰国餐厅吃晚饭,点同一个电台的歌。 日子久了,已经和电台主播,也成了好友。 母亲交了一个男友,名叫菲拉斯,菲拉斯风流惯了。 头一次见到福斯,这样情动难开的男人,又觉得他始终在家,有点令人心烦, 便想尽办法帮助福斯拓展交际圈,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 劝福斯上网寻找失败后,菲拉斯又在福斯生日时自掏腰包, 给他帮了一个舞蹈班,希望他能在那里认识更多女孩子。 与此同时,福斯却遭遇了机场同事的又一次霸凌。 在意外发现福斯四十多岁,还是助男后, 以同事一路瓦为首的几个人便开始对他大肆嘲笑, 心事抢走了福斯的耳机,最后又长着他的头狠狠扔去。 因为多年经历与自身条件造成的自卑,福斯没有一丝反抗, 只是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就连机场主管询问他是否遭遇了霸凌事, 他都因为齿鱼提起自己还是处难一事,而选择了闭口不言。 去舞蹈班的第一天,母亲满怀期待地给福斯打好了领带, 可福斯还是在进教室的那一刻退缩了, 他默默地观望了一会儿,正在上课的同学们便悄悄退回了自己的车里, 犹豫着该直接回家还是回去上课。 就在这时,迹象预报通知,暴风雪即将来临, 舞蹈班里的人们也在下课后陆陆续续走出了教室, 一个名叫修芬的女人没有开车,只能请求福斯载她一程。 善良的福斯同意了,到达目的地后,修芬十分感谢福斯的搭救, 又听闻她因为羞怯而没有踏进教室,便邀请她下周一定要来上课, 还说自己会和她作伴,福斯开心极了。 一束阳光终于照进了福斯孤单冷清的生活, 可惜黑暗也从未放慢她的脚步。 伊路瓦等人再次在沐浴时霸凌了福斯, 一边嘲笑她从不在公共浴室洗澡, 一边合伙将她一路拖到了浴室, 用水龙头将福斯直接交成了落汤机, 但福斯也只是默默回了家,继续研究自己的汽车模型。 这段日子里,同一栋公寓楼里搬来了一个新家庭, 其中的小女孩因为还没认识什么朋友, 便经常来找福斯这个善良又喜欢汽车模型的大男孩玩耍, 福斯也会耐心地陪着她玩过家家。 漫长的一周终于过去, 福斯打扮得整整齐齐, 前去舞蹈班赴修芬的约。 跳舞时,她的注意力永远都在她身上, 被老师点名批评了好多次也毫不在乎。 下课后,福斯邀请修芬去了自己常去的那家泰国餐厅吃晚餐, 而后又贴心地送她回家。 途中,她鼓起勇气联系了那位和自己十分熟悉的电台主播, 为修芬点了一首她喜欢的歌, 叫做《溪流中的岛屿》。 大家后,修芬邀请福斯来家中做客, 福斯犹豫了一下, 才走了进去, 发现修芬家里种满了花, 修芬笑着说, 自己其实就在花店工作, 听说福斯在机场工作后, 她十分开心, 说自己最喜欢的事就是出国旅行。 那一晚是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 在她看来, 自己的生命中终于走进了一个天使, 有了新的希望, 就连母亲都看出来她变得明朗了许多。 但到了第二天, 伊露瓦还是大言不惭地让福斯帮自己修车, 修好后, 也许是良心发现, 伊露瓦坚决邀请福斯, 周六时去自己家参加派对, 福斯本想拒绝,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慢慢地, 福斯觉得自己几乎快要爱上修芬了, 听说她喜欢出国旅行, 福斯便来到旅行社, 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两张飞行的机场, 感谢您的新一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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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无可奈何 但还是温柔地抱住他 说一切都会好的 然而生活会好 死去的爱情却不会 最终福斯辞掉了机场的工作 一个人筹划起 华店的开业事宜 并独自搭乘了那般 飞往埃及的班机 去阳光灿烂的地方 寻找新的生活 柱子之山名列2016年度冷门家片第七位 是一部是一部 是一部随克制温柔 却积蓄着强烈感染力的影片 跟随主人公 就是强大自己 对霸凌说不 离开那些永远心怀恶意的灵魂 去温暖的人们之间 好好生活 传播爱的力量 福斯是掉落人间的天使 虽然面容不美丽 却有着动人的灵魂 另外 在与邻居小女孩的友谊中 福斯不幸喊冤被捕 即使在为无罪释放后 也依然背上了 危险而同的恶名 这一幕几乎是与丹麦著名影片 狩猎中一模一样的情节 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脆弱性 与社交关系的不稳定性 往往是悲剧的根源与助力 蒙烟昭雪的人 归家后收到的 往往不是理解与帮助 而是身边人 一波又一波的排斥 与恶意揣测 好在福斯最终走出了阴霾 勇敢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再见了悲伤与灰暗 再见了误解与冷漠 地球明天照常日出日落 世界尽头依然人来人往 在陌生的土地上 也许我会更快乐 永别了处子之山 永别了死去的爱情 在路上的人生永远年轻 在路上的故事 永不羡慕 故事配老酒 明昭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世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而是 母亲人